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Stable Diffusion图片去背景插件RAMP。 有了它,再也不用到处找去背景工具了,自己就可以轻松完成高质量的抠图工作。 首先,安装RAMP扩展,这个是RAMP的DTub网址。 有两种安装方式。 一个是,直接复制RAMP关键字,在Stable Diffusion Web UI的Extensions可用扩展库中搜索。 找到后点击安装,即可,因为我已经安装过了,所以在位安装库里已经看不到了。 第二种就是通过URL安装。 复制RAMP的URL地址,复制到URL安装地址栏,点击安装,最后点击应用和重启按钮。 这样安装就完成了。 接下来介绍,单张图片如何去背景。 进入Web UI界面,点击Extras按钮,进入Single Image页面。 选择一张需要处理的图片,如果不想再去背景的同时放大图片,可以把Resize调成1,大小保持圆状。 在下面的Remove Background下拉菜单中,选择不同的方法进行去背景操作。 自己可以试着调整不同的方法。 第一个是URNet方法。 我试了几个,我觉得URNet Human Set处理人像效果不错。 其他的小伙伴自己尝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去背景,还可以生成图像的蒙版图。 下一个演示,批量抠图操作。 在Web UI页面,点击Extras按钮,再点击Batch Process按钮。 拖拽或者点击,去选择多个需要去背景的图片。 选择好图片。 选择要用去背景的方法。 点击生成按钮。 现在已经去掉背景了,看上去效果不错,都是透明背景。 在第一次点击生成按钮后,我的报了一个错误,说Pill不能验证图像文件。 这个错误,需要修改扩展文件的Post Processing Pad 第21行,后面加上点Name。 我的路径是这个,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找自己的文件位置去修改。 最后重启Stable Diffusion Web UI。 接下来演示,根据目录,批量去图片背景。 点击Batch From Directory按钮,输入Input Directory和Output Directory的路径。 选择Remove Background下拉菜单内的方法。 点击生成按钮。 点击生成按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效果令人满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